哈喽大家好 我们来聊一聊这个ARPP 今天呢就很厉害 上涨了大概是18% 主要原因呢是因为 他的这个业绩 刚刚公布的业绩 赚了大概是333M 非常非常333M 非常非常厉害 如果再看下去的话 涨了三倍啊 300% 所以呢很多人就讲 哇业绩是非常好 所以呢他股价就飞上去了 18%很多人想进去嘴 嗯 当然如果你 真的是有打开他的Quarter Report 来看 真的是去打开他的Income Statement 他的Cash Flow 如果跟他的Balance Shade的话 可能你的看法有点不一样 但是呢很多人都是没有打开的 他只是看到这个 大专33M OK 这样基本的东西今天我们就不要聊这么多 你自己进去里面自己看 我们来看一下股价 涨了18% 所以这个呢就是他的Day chart 这个现在是12.10分啊 是在 是在交易中的 你可以看到 啊这个今天就 直接就飙上去啊 OK 但基本上来说呢 他已经跌了 他已经 他一直跌了啊 一直跌 然后这边呢你可以看到有很多这个套牢盘 这些人这些人肯定是要解套的 然后这边呢这边呢是这边呢 这边呢也是很多人通进去 然后这边下面这边呢 是之前在捞底的人 呀之前捞底的人就赚大钱了啊 OK这边捞底的人 听说 有些人这边捞底的人 又是赚大钱 OK 这边的人就是通进去的人 你看有没有赚钱我不知道 啊 当然这是这一圈 我们就来看一下他比较 呃 现实的东西啊 你看他吗 很长的上影线啊 很长的上影线 OK 很长的上影线 呃 通常我们都讲这个不少时代的 长上影线就是说 他股价涨上去一个一段 然后卖压又压下来 成了一个 呃 十字星 很长的十字星 OK 这个就是 是 而且你看他这个 Volume 是非常大的啊 就证明说是很多人通进去的啊 OK 让我们来看一下 他这个 呃 分享一下他这个 我 session volume profile 来看一下 很很有趣的 因为我已经看了一次 OK 这个就是 session volume profile 这个是五分钟啊 五分钟图 这是今天早上的时候到 到这个时间 OK 这个time的 你可以看到 大多数人都是买在这个价钱的啊 如果你有 如果你有之前有追踪我的这个session 我能够发展这个VV 你就知道说 大多人是买在这个价钱的 OK OK 就是说 怎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些人都是买在高价的 OK 买在高价的啊 OK 这样谁买在低价呢 其实跟你说是没有人 你看到吗 今天买入的人是没有人买在低价 因为你看这个 看到吗 这边直接就上去了 他是跳空 就说你这边是 这一段啊 是没有人 是没有人买到的 买到的人 都靠近这边了 这边知道的钱 大概是毛七毛毛六左右吧 毛七毛六 三到三两毛钱也是有赚钱的啊 啊 但是大多数买到的人 也是这边的人啊 现在价钱啊 是在红线下面的嘛 而且是在蓝线下面的啊 这个 你有跟回我的视频的话 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大多数人都是买在价钱 大多数人都是正在亏钱的 现在都是在亏钱啊 你看 这样赚钱的是谁 赚钱的人就是这些人啊 这些人 耶 是前几天上个星期买到的人 这些人就赚钱 ok 这些是赚钱啊 大赚啊 大赚嘛 ok 今天马路的人好像大家 从进去啊 其实是没有人赚钱的 今天你不要看到好像股价上很高 今天马路人是赚钱的 就今天马路人是没有什么赚钱的啊 真正赚钱是这边 ok 啊这个 大家注意呀 另外一件事情 他股价现在已经是已经是 头来都没有涨上去这个 VLAP啊 现在是DEPPOR这个 POC 呀 呃 都不是好事啊 ok 他在今天早上五分钟的时候 这五分钟嘛 就有人推 把这个股价硬硬的推上去啊 看到吗 推上去 推上去之后 过后的量你看他量啊 是没什么量了的啊 就是说这边马路的人啊 这边马路的人啊 这边马路的人 这个量 是没有办法把股价继续往上通的 ok 为什么呢 就是说可能这边马路的人 你看他的量很大嘛 就开始卖给你啦 卖给你 也是这边人啊 卖给你啊 那他会不会我继续往上去啊 这个我不知道 呀 我是跟你讲说 呃 这些东西是没人知道的 我是跟你讲说 一件事情 他的业绩 并不是你想象中的大赚钱啊 自己自己去看Quarter Report 另外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 他今天早上只是五分钟的时候 有人大量的推上去啊 ok 啊 前面五分钟买的人 推上去 赚钱的人 是昨天前天大前天的 买的人还是赚钱的 ok 今天早上 9点10分过后 马路的人啊 都是买在这个价钱 买在比较高 可能是买在两毛钱左右啊 两毛钱左右 看啊 现在是1.0.195 他们是在亏钱的 ok ok 这个是我要跟你知道的这种东西 这种关盘吧 呃 跟你分享一下 这样你要不要冲进去 要不要卖 这个我不知道 因为我也不知道他 等下他可能去晚上冲呢 也是有可能的啊 我不知道 我只是跟你讲 这个是我看到的东西 当然这个并不构成任何的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